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德烈 欢迎来我家 一进玄关 就看见咬着钱的皮修 希望能招财 到了客厅 黑白色调装潢 整体感相当时尚 电视家具到壁画都很讲究 客厅旁边采光好的书房 是艺人陈德烈看书 以及运动的地方 现在要来介绍我家的厨房 我家厨房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干净 喜欢下厨的陈德烈 厨房讲求干净 怕墙壁会有油烟味 还用洗脖纸隔离 就怕难清理 过去陈德烈曾是月光族 两年前决定买房 放弃买车梦想 不当靠霸足 自己存到头7块 买下这间40平新存屋 我朋友是台北的房仲 他帮我把屋主切过来 直接来谈 把总价压低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才刚刚好 可以很顺利的买到 我人生的第一间房 原本一瓶52万 但后来经过房仲朋友介绍 看到一瓶不到50万 算一算就甩了120万 装潢加上家具不到百万 Pepo就是沙发茶几餐桌 一起买更容易杀价 将下来省了15到20万元 前屋主它是非常爱干净 保持很好的 所以它很多东西 我等于是不用再重新换 或是重新再装修 我只要稍微七个油漆 那这样子的话 无形当中我就省下很多固定成本 两年前砸2000万 买这间房 看准交通便利 生活机能好 如今附近行情涨到一瓶55万 增值空间达200万 投资眼光精准 现在努力工作存钱 每个月薪水三分之二 缴房贷 另外三分之一 理财以及生活开支 每笔钱用处不在乎里糊涂 基心计算 从月光族 近身又可以足 记者红旭秋子凌台北采访到 下期见